每天一分钟,健康又轻松 我在临床上经常会遇到一些关节疼痛的病人 有的人啊,膝关节疼 有些人啊,手指关节疼 还有一些人呢,肘关节或者肩膀疼 像这些啊,在我们中医上啊 认为是避症,避者,避足不通的意思 也就是说呀,风寒湿这三血侵犯了我们人体 我们中医呢,有非常好的治疗的方法 下面呢,我给大家出一个简单的小方子 取白柱20克,鸡血藤15克,桑枝10克,黑豆30克 把这四味放在一块,加水1000毫升 也就是我们喝的矿泉水瓶,两个瓶的剂量 先浸泡一个小时 开了锅以后,煎一遍就可以了 30分钟把药汤滤出来 大约有300毫升,早晚分两次空腹服下 一般说来,连吃七天即可收到疗效 连续服用一个月左右,即可以取得明显的缓解 小方法解决大问题 请将我们的节目转发给您身边的朋友 让更多的人疏忆